受到低溫以及持續下雨影響 花蓮地區不少農民發現 自己種植的蔬菜最近根部整個發黑 葉子還出現白色黴菌 最近種的就是吉安鄉的青蔥 放眼望去幾乎每株蔥都在腐爛 讓農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除了青蔥之外 像是萵苣 花椰菜以及橄欖 甚至連往事有機栽種的四季豆 也都受到影響 花蓮農改廠表示 這都是受到一種專門在低溫 以及潮溼環境下 才會耗發的菌核病影響 要是不趕緊施藥 整片菜園將會爛掉 農會擔心 要是低溫以及下雨情況 持續惡劣下去 過年前的蔬菜供應 將會有所影響 農改廠強調 預防菌核病必須特別留意 尤其在冬季有連續 陰雨出現之後 就要進行施藥 目前已宣導農民 趕緊進行噴藥消滅菌核病菌 以防止菌核病包子擴散 造成更嚴重的農業損失 記者 溫家凱 晚點報導